5月20日,陈思成发文宣布和佟丽娅离婚 表示2011到2020故事告一段落 发文时间正好是8点8分 也就是佟丽娅的生日 这样的卡点祝福也是用心了 但从关心的时间上看 两人在去年就已经离婚 那为何会在520这个特殊的日子公布 这到底是故意还是报复呢 其实在陈思成被传出轨后 关于两人离婚的传闻就一直存在 如今他们正式官宣离婚 网友对此也并不意外 佟丽娅和陈思成是因为北京爱情故事结缘 原本佟丽娅是想面试另一部戏 却阴差阳错地走到了陈思成的房间 陈思成虽然没有对佟丽娅一见钟情 却觉得佟丽娅和剧中的陈兵很像 因为这部剧的关系 陈思成和佟丽娅越走越近 要说两人能顺利牵手 还要感谢杨幂这个红娘 在电影开拍的过程中 陈思成就开始向佟丽娅展开追求 只不过佟丽娅有些犹豫 因为杨幂在中间牵线 佟丽娅才同意试着交往看看 在这部剧结束之后 两人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情侣 第一次做导演就一炮走红 至于让陈思成的事业有了新的起步 为了避免恋情对事业的影响 两人只能暂时进行着地下恋 佟丽娅曾感慨过 偷偷摸摸的恋爱着实辛苦 外出不敢坐同一班飞机 连逛街约会 还有选择人少的地方 直到杨幂刘凯威公布恋情后 陈思成和佟丽娅才选择公开 这段恋情不仅受到双方父母的支持 连网友也很看好这一对 虽然他们的恋情也有过分分合合的阶段 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婚礼 2014年 陈思成和佟丽娅在大西地完成婚礼 直到两人结婚后 很多人替佟丽娅不值 毕竟佟丽娅可是女神级的 两人的颜值确实有些不配 但感情原本就没有道理可言 在外人的质疑下 两人的感情不仅越来越好 佟丽娅还为陈思成生了个儿子 正当网友对两人的感情改观时 陈思成却被爆出 与妙恋女子共同进餐 甚至还在公寓共度两个小时 这件事被当事人否认之后 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 直到2017年 陈思成再次被爆出猛料 深夜与两位女子共出一室 据知情人士透露 直到早上六点半都不见三个人出门 此时佟丽娅正出于哺乳期 随后第一狗仔卓伟再次爆料 陈思成在佟丽娅怀孕期间 就已经按捺不住寂寞出轨多次 看着一项像出轨的证据被摆出 连网友都忍不住对陈思成展开谩骂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两人离婚的消息 佟丽娅却表示 只要回家就好 简单的一句话算是原谅了陈思成 这样的表示让网友大跌眼前 毕竟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现在的原谅只会造就以后的嚣张 其实佟丽娅选择原谅也情有可原 在外人眼里 佟丽娅是个完美的女神 实际上 在两人的婚姻中 佟丽娅一直是自卑的那一个 为了维护好自己的家庭 她甘愿默默地淡出娱乐圈 反观陈思成 她的重心一直在工作上 从北京爱情故事大火之后 陈思成相继拍摄了《误杀》 还有《唐探》系列 如今她已经算是百亿票房的导演了 撇开其他的不说 陈思成确实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面对如此悬殊的地位 佟丽娅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不过从真正男子汉中也能看出 佟丽娅的性格和长相并不相符 再加上她出道多年 却一直保持一线明星的地位 就足以证明佟丽娅并不简单 如今两人正式宣布离婚 网友都开始恭喜佟丽娅 但再次回顾佟丽娅当初的态度 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简单 表面上佟丽娅是个受害者 为了家庭放弃事业 结果还是遭到了丈夫的背叛 实际上佟丽娅才是最有头脑的人 先从事业上来讲 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 此时佟丽娅已经淡出娱乐圈 若是和陈思成提出离婚 那不仅陈思成的事业会受影响 而佟丽娅正好借此机会 以女强人的形象再次复出 先后出演了不少优秀作品 2019年佟丽娅被央视官媒提名 2020年佟丽娅荣登央视春晚 并且成为春晚的主持人 从人气吞声到现在 佟丽娅的事业已经再次恢复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两人离婚后的财产分割 都知道陈思成靠着唐探系列身价大涨 2015年时唐人街探案 一票房达到8.23亿 这算是为唐探系列 起了一个不错的开端 经过这件事后 陈思成也有所收敛 毕竟唐人街探案2 准备在2018年上映 若是两人做出离婚的决定 势必会对这部电影有所影响 陈思成事业受损的同时 佟丽娅的财产也将受损 之后唐探2 唐探3相继播出 整个唐探系列总票房超过80亿 因为唐探系列超高的票房 让陈思成在导演的路上越走越顺利 陈思成出轨之后 公司的业务也不再让佟丽娅参与 而网友们也渐渐淡忘 她所犯的错误 但只要有夫妻这层关系在 陈思成一半的成就也是佟丽娅的 虽然在出轨这件事上 佟丽娅算是最委屈的一方 但如今她不仅恢复了事业 还靠着陈思成获得了一笔巨款 这样的结局合了而不为呢 而且佟丽娅也很会选择时间 虽然唐探系列还有第四部 但热度其实早就不如同前 此时佟丽娅提出离婚最为合适 不过之所以提出离婚 和佟丽娅的新恋情有关 在2020年有网友爆出 佟丽娅深夜约会小鲜肉的视频 两人不仅亲密牵手 甚至还耳语不断 很多网友还以为佟丽娅也出轨了 甚至还有观众认为 这是对陈思成的报复 不过当事人亲自出面辟谣 表示不是约会 只是剧组的聚会 虽然这个传闻被否认 但两人亲密的举动还是让网友怀疑 再看陈思成发布的离婚时间 正好就是2020年 这一切真的太过于巧合 不过两人既然已经选择离婚 那其中的缘由也无需深究 相比于其他出轨的男明星而言 佟丽娅和陈思成的结局 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吃瓜群众能做的 就是祝愿他们各自安好 对于他们离婚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